兄弟们要说有个超级细心省钱省到家的俄罗斯老丈母娘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事情是这么回事这不我带俄罗斯老丈母娘回乡探亲吗 这来了两天别的没体验 就这白兰蒂和福特加是被我这个阿列和舅舅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我是迷糊了两天 这第三天终于是不喝了 主要是需要我开车带他们去印尼赛河上一个比较有名的水电站去参观 150公里的路程 这车还没开出村 纪念公园这里是给二战时期这个村子牺牲的英雄们建立的 其中可能还有我老丈母娘家族的同性亲戚 我这老丈母娘也是军人家庭出身 这站在退役坦克面前就要合个影 我老丈母娘还要上坦克 这随后啊我们就踏上了去水电站的旅程 这出发前还好好的呢 可一到地方啊天就开始下雨了 据说这个水电站是前苏联时期建造的水电站 虽然阴天还下着小雨能见度比较低 但远远的望过去那也是相当的壮观 而且这个水电站在老一辈的心中地位那是相当的高 我老丈二他们之前只是在电视新闻上见到过 今天来到现场也是很高兴 指着水电站就给我老丈母娘讲解 由于这小雨还在不断地下 我们一家人赶紧合影留念就离开了 这等参观完大坝呀也就过中午了 本想着带着几位老人好好的去吃一顿 可一听到下馆呢我这老丈儿可就不干了 那我们下午饭吃什么呢 我们下午饭吃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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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三 我看他们都不去我也不能搞特殊啊 那我就再忍忍吧 然后我们就来到了大坝旁边卖鱼的地方 据说这里的鱼又大又新鲜 现在应该是到鱼场了 这是一个养鱼池应该是 然后供游客钓鱼 钓完鱼就可以钓的拿走的 吃饭你吗 我妈我看你 看看 哦 可得三 你给自己的鱼场也是一样 本以为这个鱼场是钓鱼的 可当我们走进去才发现 这里面原来是养鱼的 师傅用超网超起来 大小你们随便选 只是这载鱼的过程啊实在是太战斗民族了 我 我 嗯 这场景怎么这么熟悉 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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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定 太残暴了 刚才斗缩了 我老丈人以为过来是钓鱼呢 然后走得不快 到了之后 一看怎么上超网了呢 你要多大的人直接给捞上来了 然后就这么带走了 看我老丈人就这么带走了 吃饭吧 吃饭吧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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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买完鱼我现在这下就完事了吧 终于可以回家吃饭了 可我还忘记了一件最重要的事儿 那就是昨天说的列宁故居 我们还没有去 这回去的路上 我们正好去看看这个博物馆 可惜这俄语兄弟 我也不认识谁知道写的是什么 与其说是个博物馆 还不如说是一个百年小镇 据说列宁当年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时候 就在这里住了三年 据说列宁在这个村子的时候 每天就是打猎钓鱼和游泳 那还是很潇洒自有的 这转了一圈看下来 这个小镇子基本上 还是保持着当年的样子 没有什么变化 就连村里的交通工具 还是用马来拉板车 可惜列宁住的房子 我们只能在外面看看 进不去 关键是我现在不关心列宁 在哪个房子里面住 我就关心这块有没有餐厅 我想吃饭 饿死我了 真的是饿死我了 哎呀 刚才开车我都没有劲 动放羊扒子 太饿了 我这老丈人老丈母娘啊 可真是战斗民族 自打出来喝了点水 别的啥也没吃 可他俩的精力 还是那么充沛 在故居里转来转去的 最终在我老丈人 买了两个纪念品勺子后 我们就终于高高兴兴的回家了 这回去的路上 又路过大厦的阿姨家 得知我们待不了几天了 这阿姨就把家里面的西红柿啊 瓜子啊 一袋子一袋子往车上装 说是让我们带回去吃 就 就是 我送给我们的瓜子 他能量穿上衣服,迫迫迫 他他说,我买了 thing too,请你放 mniej 你放入我的 Santa happen 好可爱 ен据着 看 好可爱 还要来一个包 下棍有多个包 这届下我们終于是到家 饿了一天的我终于是解放了 哎呀妈我终于到家了 正好我来的时候带了点那个中国零食 我们都加了饭没做好的 然后我这饿实在不行了 然后先添吧一口 行了兄弟们 今天的俄罗斯探亲之旅就到这了 喜欢的记得点赞加关注 咱们下期见